中共其实心里很希望台湾宣布独立 把标题定为这样子 我想跟大部分人的想法是相反的 一般人说怎么会 不可能 但是看看我的思考逻辑 看有没有道理 我就是从历史的经验 人性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让个人的经验 智慧来做一些判断 提供一些看法 言论自由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想法 也可以同意我的想法 但是我有言论自由 只要言论自由 不要违反他人权利 不要恶意攻击 不要胡说八道就好 这也是照逻辑 照人性来推 这一集我没有参考任何的资料 这完全每一个字是我自己打算 个人的言论自由 中共其实心里很希望台湾独立 这个好像好奇怪 这怎么发神经病 讲这个话 我们来看看 因为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是表象 表面上看起来跟事实上是不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实际上是另外一回事 这种情况就有点像 大家都知道 中共它曾经多次公开的表示 只要台湾宣布独立 就会对台湾动 我这讲过很多次 台湾关系法 什么一大堆也是这样子 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很清楚 只要台湾独立 中共就打过来 台湾不独立 你就不能打 如果台湾独立 你中共打过来 我美国就不管了 没办法了 如果台湾没有独立 打过来 我就要帮忙了 所以 劳共也是想打 又不敢打 你独立 我就打 你不独立 那我就不好打 因为美国会帮忙 因为美国实力太强了 所以这个麻烦 做基本态势 所以中共曾经表示 很多次 台湾你宣布独立 我就动无 但是你没有独立 没独立 我就不好动无 就悬在这边 因此 绝大多数人 自然而然 就认为 中共都不喜欢 也不希望台湾任何政府 宣布独立 就是你看 每次台独势力高涨 老公就文公武贺 那你就不喜欢 你喜欢 就不会文公武贺 所以很奇怪 那你文公武贺 表示你不喜欢 那不喜欢 我的标题就是说 中共心里 其实心里很希望 台湾宣布独立 非常矛盾 但其实完全不矛盾 我的理论在这边 如果台湾不敢 或者不会 反正就没有独立 也可能是不敢 也可能不想 也不会 如果台湾不独立 那就耗下去 就耗在这边 耗多久再说 因为台湾没有独立 中共就少了一个公台的借口 你又没独立 我怎么打 打的话美国就来帮忙 美国一帮忙 甚至就不好弄了 结果是可能打 也可能不会打 因为你没有独立 独立就不好打 就不会打 东坡可能还是要打 打的话也会找理由 两岸还是在一个战争的状态 没有结束 823炮战之后 只是暂时休兵 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不代表战争结束 没有嘛 我们只是休息一下 只是这几十年没打 中场休息 只是休息时间久一点 但是两岸没有签 那个停战协定 没有签 就是还是 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台湾认为 我跟你没关系 我也没跟你打 那老公就说 我们还是战争状态 那台湾认为八成金兵 什么战争状态 以前不是823吗 那台湾认为 那是蒋介石的时候 蒋介石不管 还是台湾 还是战争状态 你就算改朝患的 比如我跟你家有仇 爸爸死了 我还要搞你 就算生下来 我还要搞你 我都跟你家有仇 那小孩子冒屁死 你是跟我爸爸的事情 你要说 我是跟你 我姓刘 跟你刘家没完没了 爸爸死了 我跟你儿子 儿子死了 我跟你孙子 那你家儿子神经病 那是你跟我爸爸 那一代死 就是扯不清楚嘛 而如果是打呢 可能是真打 就真的打了嘛 飞弹嘛 空军嘛 船舰嘛 最后陆军嘛 一个人是封锁 封锁 对台湾来讲也很不利 但是可能会引起国际紧张 一个人是武贺 十射飞弹 以前也做过 1995 无论八月啊 但是你没有独立那就不打 不打呢 可是中共睡觉也不舒服啊 睡不好 因为中共的心中 就总是掉一颗石头啊 这个心情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 打 又有事出又迷嘛 不打 老是耗下去啊 心里也难过啊 所以悬在这边 以人性共同的心理啊 尤其是侨人统治者的一个心态啊 他很可能啊 会觉得啊 这个东西我后面会讲的比较多啊 什么叫人性共同心理 什么是侨人统治者 后面会讲的比较多啊 这有很多梗啊 很可能是觉得老是耗着也不是办法 那怎么办呢 就像追一个女孩子嘛 要么就追到 要么就放弃 可是 你又没追到 又不肯放弃 又喜欢她 又追不到 要放弃也不甘愿 那睡觉都很难过嘛 那你放弃就没事了嘛 要么追到嘛 可是不是 两个都做不到 又喜欢又追不到 又不肯放弃 睡觉吃饭都很难过 因此对中共而言啊 只要台湾一天没有收回来 我这边是讲中共的想法 那台湾的想法当时不是这样子 美国也有另外的想法 就总是会觉得少了些什么 也少了一个建立丰功伟业的机会 更不好对历史交代 但是啊 如果台湾真的有遭遇的当向 台湾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说假设了 如果台湾真的有遭遇的宣布独立 以前比较有可能 那现在不太可能不敢 那么一切就不一样 中共如果真的想要动武 那就刚好 我本来还不知道怎么打你 那你宣布独立 那我就刚好打了 不管我真的想打 我假的想打 但你独立就没办法去打了 那就顺理成长解决了 解决了 不公也不行了 你说你不独立 我就不好打 真的打要想别的办法 别的理由 跟你独立啊 我真的打 真的想打就打了 那我就算没准备好 我也要打 不然没办法交代 不然就没面子 你话都讲那么多次 就变成那个 比较看不起了 那就刚好顺理成长公台了 如果中共是想打不打的 那免没什么好考虑 犹豫就打了 因为像公认嘛 这个军事实力 当然老公一定强嘛 所以台湾也想说 美国介入嘛 拉美国进来 那就有点办法嘛 如果一对一的话 那一般来讲 台湾拖不过两个礼拜了 一般在国际上认为 有的说最快三天 有的说什么两三个礼拜 就当然很快嘛 那两边军事实力不对等嘛 那为什么 台湾如果宣布独立 就会中共打过来了 因为中共已经 对外声明很多次了 就是你独立我就打 可是你如果真的宣布独立 那我再不打 我就很难对国内外交代了 外国看不起我 国内老百姓说 这个统治者啊 这个没有公信力啊 位置坐不稳 领导的位置不好坐嘛 坐不稳 讲话不算话嘛 上市危机嘛 如果当时的情况 是军事动员能力准备好 那二八不是打了 我都已经军事动员能力 都有了 都准备好了 那你独立我当然就打了嘛 如果还没有完全做 那也没得选择啊 为什么 我还没准备好 可是你独立了 那我不打 严面尽失啊 自己说话不算话 那还是打 打 赢还是会赢啊 只是 准备好的话 就可能打得快 可能几个礼拜打下来 没准备好 也许会打久一点 这是总比严面尽失啊 自己说话不算话来得强嘛 更何况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啊 美国也就没有什么 太好的理由介入了 因为 美国要介入 中共说 是台湾自己独立啊 那你自己太独立 你有什么脚 那美国说对啊 我这样子实处无名为不好帮嘛 所以美国也讲过若干次啊 就说 如果台湾没有独立啊 你们两边自己谈啊 中共就不要片面 改变台海两岸的现实啊 你就不要打台湾 人的心理啊 人的心理啊 中共很有可能 心理上希望 台湾宣布独立啊 因为 你不独立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打 也不好 不打也不好 可是你独立啊 我这趁这个机会 就一次心啊 把独立啊 台湾问题 一次解决嘛 因为你独立 我就一定要打嘛 我不管真的想打假想打就打了嘛 而且一定会赢嘛 而且美国也不好帮嘛 因为是你宣布独立嘛 就不要把问题丢给后了 那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心理 就是你没有独立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独立了 那我只有打啊 不管准备好没准备好 那就打了 不然没面子啊 打了一定会赢啊 只是赢得快赢得慢的问题啊 那就解决了 那这样子 当然不希望你宣布独立啊 我还不知道怎么办 你刚好有个借口嘛 就像两个人 吵枪 挑衅 你说这个 这个 你想打对方啊 比如我个子大 你个子小枪打你 可是好像 我先出拳都被人家讲啊 可是 你小哥子你先来挑衅 挑衅我 那刚好 那刚好 你先打我一拳 那就没办法 不好意思啊 你打我一拳我还手啦 就把你打一顿嘛 你没有先动手 你没有先制造一个问题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啊 所以当然我希望你先动手嘛 我趁着你机会 你个子小 我一定打得赢嘛 对 我希望你先动手 先动手 大家看好 他先动手喔 我是正常朋友 我把他打一顿 没话讲 我当然希望他先动手嘛 正常的心态 中文有希望 你刚才独立 独立我就修理你 那当然希望啊 但是呢 中共历居的领导人啊 其实也未必聪明啊 不是领导人是聪明啊 领导人是很笨的啊 当我们说官大学问大 领导人要什么东西啊 那不一定啊 领导人是拱上去啦 我们说俄皇帝啊 很多拱上去啊 有的领导人是天重一迷啊 自己奋斗上去 那很厉害 有的不是啊 这个是很多的皇帝 默哉皇帝 他就是皇帝的儿子嘛 就是昏君嘛 他也没能力嘛 有些领导人 现在当没有皇帝啊 可是他被拱上去了 拱上去他是妥协之效的 就是大家都很强 你当总书记我不高兴 我当总书记不高兴 我们就找一个嘛 找一个乖乖牌嘛 自己拱上去啊 他就越美食你越好 因为你越笨啊 越美食越好 越听话嘛 他拱出来一定找一个 找一个不行的嘛 找一个乖乖的嘛 所以 中共历届领导人未必聪明 那也不一定中国 台湾有时候领导人也不行啊 国际上很多总统啊 首相啊也不行啊 那为什么 他选上啊 选上 那老百姓如果白痴白痴的 选上的首相 选上的总统也不一定是好嘛 所以民主问题是这样 老百姓聪明的话啊 有智慧 选出来就比较好 而老百姓笨笨的选出来 那也不行啊 所以二次大战 这个奇特勒 就是德国选出来 他他不是专制啊 他不是自己 这个什么革命上去 他选出来的 他总理啊 然后陈寗拉最大 是德国老百姓选出来 你看把德国人搞那么惨 为什么啊 为什么 因为每当台湾啊 政府及领导人啊 有这个 这个 这个台独啊 这个独啊 台独的倾向 包括不管是一边一国啦 两国论等等 这是 这是 独立嘛 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那中共就应该立即 中共啊 他就马上文攻武克 台湾就回缩了啊 如果中共或中共领导人聪明一点 那是一个安兵不动 你像台独实力搞啥 你说一边一国 两国 我不讲话 你就畅所欲言 我不讲话 那大家看看美国有讲不讲话 如果美国没讲什么 就让你台湾自己去发通嘛 一边一国 中共没有意见 两国人没意见 哦呦 搞到就台独了 中共还是不讲话 然后又不讲话 我就真的宣布独立 马上就打了 那这样是不是比较聪明 我希望你独立啊 你独立我就可以打你 可是你稍微有一点样子 我就马上文攻武克 你就归缩了 那这样是聪明还是笨 我觉得是笨啊 是吧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希望个子比我小的 先出手 可是呢 他没出手 我也不好 宣发制人嘛 叫做我大气小嘛 可是那个个子小的稍微 想要动啊 想要打我 不要动 动的话我扁你了 他就回缩了 那这样就没用了 最好是他要动手 我就 我不要动 来 我不讲话 你看我不动 他就真的动手 动手我就打一顿 这样才聪明嘛 或者 也不是聪明 就正常一点 中共领导人笨啊 又归缩了 又不敢台独了 又回到原点 又回到原点 如果中共聪明一点啊 就一个暗兵不动啊 让台独势力高挡 我这个没有偏向谁啊 那我台湾人 希望台湾好吗 我也不喜欢中共 可是我就是认识啊 当做一个局外人啊 我们就是 这个 看天下事啊 我们是 就是 站在一个独立的啊 立场 不管我是台湾人 或大陆 或美国人啊 但是我们知识分子嘛 看事情是客观 公正客观在看啊 你不能说美国人 就全部讲美国好啊 中国大陆就讲 中国大陆好啊 其他都不是啊 台湾就是台湾好 其他都不行啊 那不能啊 那就 那就不是知识分子嘛 那就不是讲真话嘛 所以 中共聪明一点 就暗兵不动啊 让台独势力高涨啊 直到台湾 真的宣布台湾都会说 再收啊 一把打击 可是呢 中国领导人就不是啊 马上文功武贺啊 就欠缺忍耐的功夫 不聪明啊 相对于中共可能心里啊 是希望台湾宣布独立啊 一次性的解决两个问题 但是另外呢 另外一方面 中共心里很不希望看到什么 所以我的假设是啊 人同此心嘛 中共希望你态度 你态度我就打了 就把问题解决了 可是很笨啊 又不是啊 可是呢 另外中共很不希望看到什么东西啊 希望看到台湾独立 我就打你 那不希望看到什么 不希望看到中华民国四个字 那你说 为什么 老共不希望看到中华民国四个字 这个有很深的梗啊 为什么 因为啊 中共跟国际一向都认同一中嘛 没想到台湾嘛 两人没有台湾的份嘛 一中嘛 也不讲两中嘛 两中复杂 就一个中国啊 就是说一个中国 到底是 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还是台湾 你们自己去谈嘛 但是我们就讲一中嘛 但是国际上尤其美国啊 第二句话就讲了 第一句话就是说一中嘛 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嘛 第二个就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哇 这话就不好听啊 所以中国很高兴 台湾这一部分我就拿回来嘛 一中就是一个中国啊 那当然就没有台湾嘛 台湾是台跟湾嘛 没有中嘛 所以在现阶段当中 一中是对绝对的中共有力 因为中共有个中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中嘛 台湾没有中嘛 对台湾绝对有弊啊 可是中华民国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有中嘛 到底很简单啊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减成中国嘛 当然可以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跟国嘛 但中华民国也可以嘛 也是有中国国嘛 也可以减成中国 当然可以嘛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 我减成中国 OK嘛 那中华民国说 如果不会减成中国 那当然也可以啊 你说台湾减成中 那你要说这是不合理嘛 你没有中嘛 换句话说啊 在一中的框架之下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中华民国 都符合一中的标准 我们都有个中嘛 有一个国嘛 或者说都是一中的候选人嘛 但很可惜啊 所以台湾自治党也不聪明 所以中共也不聪明啊 前面讲过了 台湾自治党也不聪明 民进党啊 他并不能啊 或不愿意看清辞联 就是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 以台湾自去 以台湾自去很好啊 以台湾自去很好啊 我也赞成啊 其实很多的台湾人啊 也赞成台湾独立 可是 不要打仗 台湾就独立 可是 中共就不打来 如果说 有人敢保证啊 说 我台湾独立 老共绝对 赞成 也不会打台湾 我看台湾马上 马上全部人 百分之百 不是百分之九七 百分之百都独立了 可是 就不是啊 你要独立 他就打过 打过你们死人啊 那大家都想 台湾都想安居乐 我也想安居乐也嘛 安向晚年啊 打仗的话 不一定打得到我 我不用当免 可是我可能受害啊 我可能被杀掉 或者被炮弹 炮弹 炮弹不长眼 我被炸死了 我也不愿意啊 我本来可以活到八九十六岁啦 我现在六十三岁啊 我就死掉 我也不愿意啊 可惜 就是 台湾执政党啊 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以台湾自去 可是台湾不是嘛 台湾不是嘛 台湾不是国家嘛 你要变成台湾共和国 才是国家嘛 那台湾不是国家 是地名嘛 那么当然就失去两岸 平起平坐的机会嘛 我说中华民国我来嘛 你是中国嘛 你中华人共和国 中华民国都有个中嘛 都检测一中嘛 都是中嘛 那大家可以平起比如说谈一谈嘛 大家来聊聊天嘛 那个花家床嘛 聊古代 聊以前嘛 民国时代 大家聊一聊嘛 以前 我是民国时代 我才是 其实中华民国才是真正民国的正统嘛 因为当初 推翻本期就叫中华民国嘛 那台湾也叫 现在马上是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才正统嘛 你是革命嘛 你讲的历练你中共是乱前贼子嘛 你是革命嘛 你造反嘛 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谈嘛 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家中有两个兄弟啊 大哥离家出走 就是台湾嘛 台湾现在小嘛 可是是大哥嘛 因为台湾在前面嘛 中华民国在前面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后面嘛 所以 台湾如果是中华民国就是大哥嘛 可是有一天啊 但是大哥离家出走跑到台湾了 可是有一天啊 大哥回来 真家产了 家产我有分 我是大女大哥 我只离家出走 我现在回来了 那么低头就大了吧 爸爸死掉了 留了一亿家产 然后你回来 那应该也一半了 可是你走了 我一亿我独吞了 你回来分武器 我心不甘情不愿了 打官司啊 麻烦 要吵架 要打架 可是如果哥哥已经改名换姓了 比如说 我姓刘嘛 刘家兄弟啊 我说这个刘大哥啊 我真的有个弟弟啊 刘二哥啊 我大哥回来了 哦 我要正常 可是我改名啊 我改姓赵啊 哦 那你改姓赵呢 你就没份了 我们这刘家才有你改姓赵 那弟弟就可以顺理治安拒绝了 否定哥哥继承圈 要增落这样的权 你就改名换姓了 那你怎么改姓赵啊 改姓赵你也真刘家家长很奇怪 虽然你生理上你是我哥哥啊 可是你改名换姓啊 那你就不是刘家人啊 那你滚蛋啊 这个我不认你啊 还跟我分什么家长 这种情况嘛 就差不多这样子 而现在的情况就是啊 台湾什么也不是嘛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心态上 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 而以台湾自觉 也OK嘛 你说变成台湾共和国 只要独立大家歌照唱 舞照跳 马照跑 那OK嘛 安居乐业嘛 可是做不到嘛 因为中共有打过来嘛 那么台湾有什么问题呢 台湾问题只有一个 就是台湾什么也不是啊 它不是国家 那一个 就是我们一个国家嘛 要有军队嘛 要有外交嘛 要有警察嘛 要有财政嘛 这些嘛 可是你不是国家 那什么东西啊 那台湾就是一个地名嘛 最多就是一个政治实体嘛 它不是国家嘛 而且也不算政治实体嘛 现在已经有中华民国嘛 可是 有人说不是 我是台湾 那台湾是什么 国家 当然不是啊 而地名 那算什么东西 当然没有 也当然不是国家 也没有国际法院地位 没有主权啊 因为台湾只是一个地名 不是一个国家 除非啊 你宣布啊 独立成为 成立台湾共和国 完全不是嘛 所以从某种层面来看啊 两岸领导人 政治智慧都不高 所以说言论只有走我的看法 当然你可以同意 也可以不同意啊 而中共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岸问题啊 可是每当台湾的态度势力高涨 中共却一直文攻武嚇 就错失了 所以加一个银号嘛 错失了 这个 不是出口的啊 出兵 出兵的 正当借口 你态度势力就可以打了 可是 中共很笨啊 你态度势力高涨 我就文攻武嚇 你吓得又不敢 不敢 我也没机会打了 那不是很笨啊 台湾领导人也笨 手中握有 可以与中共拼紧皮做的 这个中华民国的王牌 我来争一宗嘛 你说你中华人民 人民跟我国一宗 我中华民国也是一宗 大家坐下来谈嘛 美国当裁判嘛 欧洲 日本当裁判嘛 我们两个来谈嘛 我就跟你谈啊 是谁推翻满青 是我中华民国啊 推翻吧 不是你中华人民跟我推翻啊 我只是内战我输掉 跑这边 可是我还是正统 我还在啊 我是大哥啊 你小弟啊 来来来来来 坐下来谈一谈 完了就有得谈啊 那国际上也对啊 中华民国是 是中华民国建立的啊 推翻满青的啊 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 民国38年 1949年才能 因为这个 还有得谈啊 原本 可以与中共争夺 一中的正统地位 可是去什么都不适合 台湾 台湾就没什么要争了嘛 你用中华民国去争 老共头也很大 讲这个 历史上来讲 还基于劣势 可是台湾 啊 台湾 什么都不是嘛 那就滚到一边去嘛 就是把一艘好牌打成烂牌 说的简单一点啊 就是是否有政治智慧 政治眼光的问题啊 所以这是 就是一大部分啊 就是我的论述 我的看法 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讲一些 两岸的一些东西啊 另外啊 现在的中共在 习近平主政之下 是中国最可能 共台领导的 那已经换了好几任了 接下来不知道 会不会再换 可能他现在是万年嘛 可能在他过世之前 可能不会换 万年主席 为什么他跟那个什么 江振明、胡锦涛啊 这些比较起来啊 那对讲明太早就不管了 那中国最可能共台领导的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啊 跟前几任的领导人啊 他们三合一嘛 国家主席嘛 总书记嘛 军委会主席嘛 大概一大堆什么 什么工作小组长啊 这些一大堆的 就是最高领导人啊 江振明、胡锦涛 完全不一样 那这三个什么不一样啊 最大不同之数啊 是习近平、是红二代 而江振明、跟胡锦涛 这不是 这就差很多了 因为在中国大陆啊 就是说政治上啊 这个领导阶层啊 有一个官家 根正苗红 我这个根是正的 不是歪的啊 我的苗才是红的 红二代啊 就说 这江山是我爸爸打下来的啊 或者有的时候 我爷爷打下来 就根正苗红啊 大家应该听得懂啊 在这种观念之下 红二代是赵家人 赵家人是他们一个名词嘛 就是我们红二代的赵家人了 就是我们爸爸啊 阿伯啦、伯伯啦、爷爷打下来的 你不是红二代啊 你就是靠着我们啊 这个没你的份啊 所以他们才是化石人啊 这香港黑道化石人就是帮助啊 而不是啊 就是非红二代 不是红二代领导人 说难听 就是打酱油的嘛 这个中国大陆有打酱油嘛 那就不是实力派嘛 那江振明为什么能掌权呢 那并不是啊 多数官员 中国官员或实力派啊 陈欣勇和他不行 而是江振明很厉害 他没有什么权力啊 一开始啊 一开始没什么 就是当初啊 这个 因为本来是六四之前嘛 本来 邓小平主政的是邓小平跟陈寅啊 邓小平是台面上啊 那背后是陈寅嘛 因为他们打倒四人帮以后 就几个大佬嘛 还有杨上坤他们几个啊 就是站到台面上 但是公推啊 邓小平啊 站在台上 表面上是他啦 那军头是那个陈寅嘛 还有杨上坤他们啊 呃 本来是 让那个胡耀邦啊 那个 胡耀邦还有那个谁啊 胡耀邦还有那个谁啊 胡耀邦还有另外一个那个 啊 什么一下忘记啊 结果呢 六四他们呢 胡耀邦跟那个 那个啊 这两个都蛮好 都蛮自由派啊 同情学生 结果 呃 邓小平啊 就决定啊 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啊 啊 就是派平镇压 开枪啊 所以就把那个胡耀邦 就跟赵紫阳啊 赵紫阳 两个换掉 那换掉以后呢 没办法怎么办呢 就找一个啊 江泽民啊 但不是红二代的啊 所以当时红二代 为什么不找红二代啊 就找到江泽民 江泽民上海帮嘛 就是上海那个总书记啊 结果 刚找 这个江泽民 江泽民吓死了 他想 本来是胡耀邦赵紫阳嘛 结果 哎 两个人 跌下马来 他也没想到是他 就是他当初一被清点 当这个总书记吓死了 连太太 太太都不敢带去 就自己去啊 万一万一有状况的话 太太还在老家啊 太太都不敢带去啊 也是很匆忙啊 所以在江泽民一看 哎呀他妈找你 他妈扶不起来 哪个斗啊 怕得要是 没问题 那时候就讲出一句话 叫上 上马扶一城 就没关系 我我会把你扶上马 走一城啊 我带着你啊 带着你认识军头啊 认识实力派人物啊 所以江泽民才慢慢的稳住 可是呢 这个 这个 邓小平啊 他也 没办法确定啊 江泽民到底成不成才 靠不靠得住啊 会不会变 所以就搞了一个隔代遗传 就一次指定两个 就说哎 好 胡耀邦赵紫阳下台了 我就换你清点这个江泽民上来 可是呢 多了一个 但是下一代 连你的下一代 本来他再下一代应该江泽民下来 不是 我下一代都把你指定 叫 胡耀 叫这个 胡锦涛 一次弄两个 所以 江泽民心里就很 慢慢心里就很不舒服 后来涨去 我说 怎么又搞一个下一代 所以两个不合啊 打压了 所以江泽民他没有实力啊 他不是红二代啊 但是他发明了一个东西 一个万灵丹 叫做门生发大财 因为他一上来嘛 别的实力派一看 你又不是红二代 不是赵家人 不是跟着苗红 我干嘛理你 可是啊 一看 你搞了一个门生发大财 什么意思啊 就说 因为毛泽东时代大家没钱嘛 也没什么好贪污 这国家穷嘛 那邓小平上一看 如果国家那么穷 搞下去不是办法 就学奖金国啊 学台湾这个 加工出口区啊 就搞个深圳啊 也是 类似加工出口区啊 就是吸引外资金啊 给很多好处啊 那就开始 中国大陆搞歪貌 搞生产世界工厂 搞起来 就开始赚钱了 所以 江泽民很充裕 就想到一早 因为江泽民是学理工的 那他就是 就说 我不是实力派 门神发大财 大家去赚钱啊 我问了大家就高兴了 我问你算不是我们的人啊 可是 你让我们赚大钱 什么叫门神发大财 就贪污嘛 贪污嘛 所以从江泽民开始就贪污了 可是他没办法 他没实力嘛 没实力 我要你们拥戴我 我也没什么实力 我只要说大家赚钱 有钱大家赚嘛 你贪污一点什么 我也不讲话嘛 大家有钱嘛 发财嘛 大家高兴高兴 所以这招非常管用 就像用一个金窟啊 套在孙悟空头上 套在所有官员头上 大家 谁也拿不下来嘛 也不会拿下来嘛 这个 江总书记再说 我们大家可以捞钱啊 捞钱你也不管 睁眼闭眼 那好啊 大家就高兴 那胡锦涛本质上 就像是个儿皇帝 或大将有的啊 所以可以用 领不出中南海啊 所以 当这个江泽民 死后两任啊 十年到了以后 结果 国家主席叫出来了 总书记叫出来 可是实力最大的 权力最大的 军委会主席 拖了两年啊 所以那时候 用两个军委会副主席啊 压着他啊 所以胡锦涛很难过啊 对方难过啊 所以胡锦涛后来啊 这个 时间到 就马上放出来啊 马上就 就放给 这个 习近平 可是呢 习近平就不同了 原本当代最有实力的 本来是薄熙来啊 本来不是习近平啊 本来大家都看到薄熙来 比如说 这么大陆的 马英九啊 升高185啊 长得蛮帅啊 就口才好得不得了 这些人 不一定有马英九帅 可是口才比马英九帅 好多啊 讲话不用看稿 不像台湾领导来看稿 这不用搞啊 这个各种数字啊 数据啊 各种状况 这就是倒背如流啊 这口才好得不得了 然后又小兮兮的 长得又高又帅啊 我这个大家喜欢他 可是 唱红打黑嘛 在重庆那边搞得 而且他野心太大 可是由于他野心太大 一心想当触头鸟 所以触头鸟嘛 乱帮打死了 因为有很多传说啦 传说我们就 这边就不讲了 不然这三年三月 讲不完啦 太多了 故事太多了 好啊 结果他就被 当然没有死啊 就被关到情人监狱嘛 就说你贪污腐败啊 赵立军啊 这个到成都啊 这个叶本底营啊 到美国的使馆啊 去这个给资料什么东西 喂资料啊 所以后来这个就讲了 这个薄熙来很多的坏话啊 结果就被关起来 关了情人监狱 情人监狱啊 是高级监狱啊 里面什么都有啊 这是 该知事该科都有啊 这高级监狱啊 就没有自由啊 其他都可以啊 这个住的也很好 什么都很好 所以情人监狱都是官高级啊 政治犯啊 有权有势的啊 为什么这样子啊 为什么不把他搞死了 因为 那扑个梗啊 今天是你薄熙来啊 或者类似的高官啊 进去啊 我给你礼遇啊 给你吃好的 用好的啊 只是没有自由啊 不能随便出来啊 那万一我现在对你不好 万一哪天我进去 很难讲嘛 今天是你进去 那搞不好哪天我进去 我进去 你要对我好好的啊 可是这大概有一个潜规则嘛 大多实力派嘛 都当红的 政治的影响 你进去啊 吃好的喝好的 哪一天我进去 也是一样嘛 我今天不整你啊 将来别人也不要整我啊 所以过得很好 就另外这时候 关键了 另外一个貌似忠厚的 习近平 习近平 到时候就是很老实啊 看起来笨笨的啊 也不要讲话 话也不多啊 也没什么意见啊 就是很客气啊 貌似忠厚 他就想说啊这个 薄熙太聪明了 野心太大 乱暴打死 乖到情人监狱 乖乖的习近平上来啊 这好啊 他的协议他上来 经过一段时间历练 当然啦 习近平的根正苗红啊 赵家人 红二代 又是就开始弦露了 对于姐姐两岸的问题来讲啊 如果像是 并不是赵家人啊 根正苗红 红二代的 江泽民和胡云桃两人来讲 他自己问 我没有地位啊 因为我不是赵家人啊 我不是根正苗红 我不是红二代 所以我没有地位 也没有实力 没有能力解决两岸问题 拖着啊 因为这个问题就由赵家人自己来解决嘛 但是对于中国领导人班自己实力阶级啊 阶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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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是解决两岸问题的不二人选 因为 红二代 中国大陆红二代 有一个基本 以及劳不可破啊 理所当然的一个想法 就是 这个很重要 这真的是这样 就是江山啊 是我们的爸爸 或爷爷 甚至阿伯 反正就是我们上一代打下来的 确实嘛 是他们打下来嘛 毛泽东的儿子 有的死掉啊 有的 邓小敏儿子残废的嘛 腿坏掉嘛 就不好出来嘛 就是说 红二代说 江山是我们的爸爸 或爷爷打下来啊 所以江山 然后中国大 江山就是中国大陆 只能由我们的赵家人享用 其他人靠边站 那换句话说呢 中国中大的措施决定 只有我们红二代说了算 这是中国大陆确实这样子 以目前两样的态势看起来啊 台湾的知识老名的啊 不敢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 因为不敢啊 但台独党纲啊 摆在那边啊 还有决议 台湾前途决议啊 像想废掉啊 废掉 要怕人家骂啊 不废掉 把人家讨厌啊 但是不敢啊 也不会啊 因为这种主要是美国嘛 美国那边施压 你独立看看 你独立我武器也不卖给你了 我也不出笔了 那当然民党下次啊 不敢嘛 在台湾 民党有个笑话 就是说 你再也说 哦我独立 结果你一上去当选总统啊 啊然后又分官啊 又谁当行政院长啊 谁当委员院长 谁当部长 全部都不讲啊 而下次落选 哦要台独了 而下次又当选了 又执政 哦又不台独了 就变成一个笑话 再有的时候 就要台独 上来以后 哦不台独了 如果国民党下去总统 如果是 因为像是民党也可能赖奇德上 但他不敢 他算是台独务视工作者啊 他心里是想台独 但也不敢 因为美国看得牢牢的 不允许 而如果国民党下去总统胜出啊 当侯友谊啊 现在民调开始落后一点 他有他的人格上的一个缺失啊 看他能不能改正 如果修正以后 还有机会 如果老师这个 讲不出一个屁话出来啊 讲不出一点 实锤的话啊 就是讲不出一点很确实的 那就很不利啊 那是他自己活该嘛 老师讲话 他那边讲的摩尼良可 好像在写作文一样 但是一般人听不下去 你就给一个很明确答案嘛 老师那边作文啊 摩尼良可啊 就是他的人格啊 发言有很大的问题啊 但是如果是国民党出现的话 也不会太多 因为国民党从来不太多嘛 那如果柯文哲现在最新的民调 在最新的民调 民调参考参考啊 以后又不一定嘛 目前是这样子 如果柯文哲出现嘛 那国民党实力还不够啊 只是年轻人喜欢嘛 人家讲话很直接了当嘛 就不用猜谜嘛 就是要喜欢嘛 年轻人喜欢嘛 光是固执也都来不及了 也不太可能高态度 所以台湾不会态度 不敢啦 应该说不敢 国民党是不会啦 民党是不敢啦 美国则是有走两岸 那里有油头啊 有油水就捞一点 要沾一点 也没问题嘛 美国也不会说答不答 这美国光有屁事啊 我就捞一点好处嘛 我就当个合适了嘛 而剩下就很二代 赵家人跟着苗红的 万年国家主席 他现在改终身制了嘛 那习近平怎么想的问题 那习近平最大的优势啊 当然就很二代嘛 赵家人嘛 红真苗红 他认为我爸爸 爸爸是那个习仲俊嘛 不лав THIS 밀川 不是那爸爸是博一波嘛 但他的最大的劣势啊 就是他的本职学能问题啊 所以以前啊 好像是 有几个第一代的大佬 第一代 现在有了死啊 好像有一个还活着啊 都是差不多100岁啊 100岁上下 他曾经讲过 他在好像重病的时候讲过 他反正我都超过一百岁了 讲什么也没关系 反正都要死了 行将就目 他讲了一句话吓死人了 他就说习近平的程度只有小学程度 习近平清华 他是文革时代 文革时代根本没教育 失落了十年 所以他没念过什么书 所以那个导过 我们就不讲名字 那个中共的大了 他只有小 因为他跟习近平有讲过话 他说他自己很压抑 他本来想说习近平 再怎么样也念过脸书 清华大学比博士 结果一聊天 他是小学程度那个人讲的 你上网Google都可以看得到 本职学人有问题 但是他也好 他话不多 最怕你又没有本职学人 话又多 人家一听就知道不行 他话也不多 那当然公开场合都准备好了 也没什么问题 说得露骨一点 就是习近平他有想法 有企图 有使命感都有 但能力跟作为大有问题 本职权有问题 而他有时候也讲错话 有很多例子 到自己去Google就看得到 因此两岸问题最大变数就是习近平 他相当于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因为他是红二代嘛 所以他说这个事情我来解决 有想法 有企图 有使命感都有 但能力有问题 所以目前掌握中国大陆最大权力的红二代的习近平 他当然像清朝的康熙宣业一样 建立收复台湾的丰功伟业 你看嘛 以前康熙收台湾嘛 这丰功伟业 怎么动我 你前面那个胡锦涛江泽民 不是赵家人 不是红二代 你不敢说那没话 我是红二代 我习近平红二代 另外一个更红的红二代 薄熙兰与一起播放 关到清朝监狱 他还好习近平 那当然这个要在我身上来做 我红二代嘛 但是他显然问题 他显然没有康熙宣业的能力 他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习近平这个不定时照他会不会报 有使命嘛 有基督心嘛 最可能会大嘛 要只要人类解决 不要留给后代嘛 可是能力有问题啊 而且军队也没有完全准备好 而且他们收出两端啦 所以习近平他 他好像做很多事 有很多想法 可是他没有真正东西 就是他学毛泽东嘛 就是现在讲说有点像文革 所以红二代一个问题 都搞文革 自己也搞不出什么东西 薄熙来也是搞文革 新的文革 习近平也差不多嘛 就没有自己的东西 那抄人家比较快嘛 就抄毛主席嘛 毛泽东嘛 你搞文革 我们也跟着搞文革嘛 所以习近平这个不定时照他会不会报 大家不知道 如果会报 就是如果攻台 因为他使命感嘛 要抗击权也受复台湾嘛 如果会报到什么时候报 套一句台湾一句流行话就不好说 他自己也没把握嘛 他享受 可是没这个能力 也没这个把握 很多事情他也不一定想得清楚 而且他有很多事要做啊 所以很难讲啊 所以这个人就说 其实因为这个人 因为他这个会莫如生啊 一般的这个平常的作息 平常讲一般人也搞不清楚 因为中国大陆就很封闭嘛 可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啊 就说 呃他是想做事啊 有企图性有使命感 有些想法 可是 本职学能 因为本职学能不够啊 当然他有一些文称武将 可是现在这些文称武将 一般的看法也不好啊 就这一届的这个领导班子啊 这个总常委 这学历最低的啊 学历最低 好像也最不专精的啊 所以用人也有问题啊 所以他享受台湾啊 这个不立扎的会不会报 如果会报什么时候报 真的很难讲 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没搞清楚啊 呃 就他的中心思想 或者他的手段作为啊 都不是很明确 不是很有效啊 所以这一集拉一拉扎啊 就把我所知道的 还有我的看法 就是根据客观的事实啊 做一个主观的判断 言论自由嘛 你可以同意不同意啊 所以我标题是讲啊 中共其实心里 很希望台湾宣布独立 原因都讲了啊 那拉一拉扎 又讲一些现况啊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啊 所以欢迎小鹅订阅啊 小鹅赞助啊 订阅我的YouTube 还有这个频道啊 欢迎留言啊 还有一个教学网站啊 这一集讲之类的